《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大家收看《地產霸權好》 今天我們請了一個新的嘉賓 就是我們私生學會的友好順漢新 和大家一起聊聊天 順漢新第一次和大家見面 介紹一下自己 基本上以前寫過一陣蘋果批 即是李少夫和孫帕文的筆友 他們類似先始創 我寫開蘋果批 後來我又加入 後來還有借禮和高明輝等 即是一群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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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在做甚麼呢 即是你又不是私生學會的全職員 現在其實都是搞網站的 正職是搞網站的 都認識一點 主要不是我寫的 即是一群集會 沒甚麼所謂的 即是做哪一行 私生會都一樣很尊重 當然不是趕你那一行 有甚麼問題 但有某些行業就很厲害 即是自從這個最低工資 實行5月1日後 剛才看到有些人說 其實最低工資也不錯 原因是甚麼 連保安坐下 也有28元一小時 我洗碗也是28元一小時 我全賽也有28元一小時 以前拿的士牌 現在要拿保安排防身 有甚麼事情上來 即是投考保安也不錯 即是你覺得最低工資 支持還是反對 這個肯定是 我們的立場一直都很鮮明 就是反對 其實我記得蘋果批 都寫過很多次反對 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是 我有份寫的蘋果批 最多的數量 即是最整天講的題目 其實就是 最低工資這個議題 其實我們的反對 最根本的原因 其實很簡單 因為 最低工資的問題 就是一定累了三類人 有三類人一定會出事 學生 甚至說不好學生 低學歷的人 可能中間畢業等等 另外就是新移民 另外就是家庭主婦 可能中間離開工作 那個崗位一段時間 再重頭工作 想重頭社會 這三類人 是最 脆弱的 對 本身已經難找工作 這三類人很明顯是最脆弱的 而 最低工資造成的 就是給最大壓力 就是這批人 因為問題就是 就是 你不讓他們用 就是 因為 他們 你逼他們一定要二十八元 其實他們現在是 本身收開 就是 其實你辦公室 你辦二十八元也好 多少錢也好 都一定是高過現在他們那個 要不然訂來也浪費氣 其實就是 硬 就是 令到僱主 就會考慮 如果我給這個價錢 那我請些什麼人 就是 假設之前 一個人收二十四 一個人收了二十七 你現在是否都給二十八 那辦公室 就是很明顯地是 其實本身二十四和二十七有分別 就是 二十四元那個 可能是當作保安 那樣 可能他看起來沒那麼嚇得 又或者 可能是 不知道 可能跟住客 是沒有那麼多聊天 就是 另外可能 可能一位跟住客 就有很多交易 就很好的關係 可以給到很親切的服務 所以那個值二十七 現在那個值二十四 現在就全部都 二十八 就是那個問題就是 你 你作為僱主 不拉不拉不拉 給二十四那個 你現在叫二十八 一定是最危險的 就是如果有什麼風水送 動就動二十四元 原本二十四那個 你不會動原本二十七 好嗎 相對起來 所以問題就是 其實 最低工資 在這個最低工資 實際上最糟糕 就是本身已經 市價最低的人 那些人 那些人 現在被你這樣 搞的最低工資 最容易 就是他們再落一架 就是跌了到失業的網 而失業的網 是非常嚴重的 因為問題是 大家都知道 就是 你有工作做 永遠都好 過沒有工作做 禁制的 因為你一失業 其實已經很難找工作 譬如看你的resume 看你的經驗 你說你中間失業 現在失業 其實顏外很難找到 為何你之前的五年都沒有做過 是的 而且你越失業得久 就越難找 基本上是惡性循環 起碼你在做的時候 也有機會去做 當然 有些人可能選擇 其實我覺得這麼低工資 我索性選擇不做 都可以 無所謂 一向都有人這樣選擇 但是本來有些選擇 我24元都做 現在沒有了這個選擇 政府就說這個選擇不行 就是現在 你如果這麼不幸地 你剛剛被人剪刀那批 李卓人說很可恥 要些人十多元 二十多元去做 28元其實都不夠 33元 是的 我想李卓人的問題在於 他不相信 他相信他可以幫別人選擇 他只是相信 剛才說我有兩批人 可能有些人覺得 這個薪金我真的不值得做 我不如攤頭 有些人是這樣選擇 但是不代表 其實很明顯現實裏面 有很多人選擇 就是說不是 這個價錢我都想做 因為除了那份糧錢 還有剛才說的 因為失業其實真的很嚴重 其實 但是李卓人覺得自己 可以幫大家選擇 全部都寧願不做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他不相信選擇 每個人有 而問題是 實在是有很多人選擇後者 而會受到這個政策的影響 那麼 變成 最諷刺李 最低工資本身的理念 就是他希望嘗試做的事情 就是幫助一些 還有需要的人 就是希望可以幫助他們 但是問題是 他害的那些 他害的那些就是 那些最 本身低工資裏面的最低工資的批 就是 你害慘中最慘的人 不是在息那些 所以問題就是 你其實不是很講得通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 當然有些人覺得 其實有些人受惠 有些人受害 這是你自己的取捨 你知道嗎 你願不願犧牲最慘 最慘的人 有上高少少的人 就受 就是上少少的人受惠 這是一個選擇 但是 其實有一班人的痛苦 另外一班人是快樂的 但是那班人的快樂 就見到人在痛苦身上 問題是 例如李卓仁這些 他是支持的 他是好一面倒 只說是好事 就是神仙藥 一早應該做的 只是好事 那些犧牲 之前一直都不提 直到很近期 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先說 其實不知道是張建宗 還是誰說 犧牲有點難免 有些痛苦 但是其實 他們叫做陣痛 是的 他們就一直包裝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他們包裝到好像很無敵 但是其實我覺得 要是他超蠢 要是他有全心騙人 基本上就是包裝到 造成這樣的感覺 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其實譬如如果你找開 其實老實說 有很多人都不是 最低工資的 最低工資的28元 其實不是很關係的 但是你想想 如果 譬如很多中產都支持 我聽過一些朋友 但是譬如一個人 賺15000元一個月 如果出最低工資 如果政府說18000元 其實這樣就會傷害 就跟你有關 你第一個反應 其實你不會 爆噎 爆開心 因為你會覺得 等一下 如果我一向的 支援15000元 如果政府冤枉我老闆 一定要給18000元 其實我真的隨時沒有工作 其實這件事都發生 有些事情很慘 之前看幼稚園 對 現在的清潔嬸嬸都要加工資 但問題是 在學卷之下 我們又沒有辦法 我們又不能收多些 不如這樣 大家就減工資 變相就是 一班幼稚園老師 就要減工資 去加回 那班清潔嬸嬸 或者一些 比較本身做事 而視身比較低的人 另外就是 脆弱的一群 其實是 不能否認 今天才剛才寫 有報紙就這樣說 有一些可能是 本身 能力比較弱的 可能是 他們有輕度弱智 甚至乎 是有 失衷 或者一些 失明的人士 他們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 今天看本身 甚至我可能失衷 或者我說不到話 我本身可以去派傳單 我仍然 雖然我可能 某程度上 我的能力是 是比別人差 但這件事我勝任不到 本身也在拿 可能是22 23元一小時 變相 一到他要28元的時候 他就說 其實 這個價值也高了 派傳單 又未必真的 那麼需要 因為派傳單 也是感上添花 做生意 你不派傳單 也有很多方法 那你就連帖子 甚至乎 如果你本身的 例如電視賣廣告 但問題是 現在變相 那班人 沒有辦法 例如你剛剛提出殘疾 這件事 其實 之前我們有留意 有一批人 會爭取 殘疾人士 豁免 有另一個層次 就是 他會有一個評審制度 基本上 精神就是 因為 來有殘疾 所以你的能力 可能是 比較 層次 市場價值 會相當低的時候 他就覺得 應該是 逐個人 評核你的殘疾 或者簡單來說 評核你的能力 去決定 你可以 最低工資打多少折 例如他覺得 你是一個 九成的 能力的人 最低工資 可能是 不需要 二十八 九成 但問題 很奇怪 其實 如果 支持最低工資的人 覺得 支持得 都應該 覺得 是好 為何 這件事 不讓全部人 包括殘疾 人士 這件事 為何 你要拒絕 去給殘疾 人士 道理是不通的 為何是兩套的理論 或者兩套的模特 不是一個 如果你是這麼無敵的話 這件事 你沒理由 你想想想幫那些 能力低的人 市價低的人 被人剝削 反應能力低的人 就是最低工資 就是想幫那些人 現在 就是殘疾 那種 能力市價 再低一些的人 本身已經 他們就不可以享受 100%的最低工資 突然之間 他又會覺得 支持最低工資的那些人 就是整個概念 就是根本加不壞 但是你想想 其實 他們如果想提出 按著你每一個人 去做一個測試 去幫你打折 其實就正正反映了 就是他講出 其實就是 市場 你就算 你一雙成員 你想給28元 他有33元 什麼都好 但是 你也要看現實 就是他本身能力所限 可能他不應該是 你控制他 一定要拿這麼高 因為你會害了他的罪衷 其實本身提出 要打折的 這批人本身就是 已經很正正地指出 最低工資的問題所在 但是很搞笑地 他們又沒有同一批人 又是支持最低工資 所以這件事是我最拗頭的 就是他可以一時間看著這邊 就會說 這件事是這麼合理 一時間看著這邊 又不合理 所以要打折 如果合理就不用打折 如果說要打折 那即是沒有最低工資 是不是這個意思 不過現在看到 很多殘疾人士 其實都沒有享受到 平革機制 就是我在僱主 我有什麼理由 跟你浪費這麼多精神時間 跟你做個平核 這些事情都是要處理的 就算我不用做任何事情 我簽個名字 我要等一個星期 然後我又要再跟你慢慢計算 分開處理 其實都有很多行政上面的成本 雖然你說 其實都沒有什麼錢給 成本不單止是一個錢的 可能你的時間 你的精力都是成本 不如這樣吧 我索性不請你便可以 不餘幾元而已 很多支持最低工資 我們看過最多就是沒有 拒絕承認 會造成一個失業的壓力 沒有的 其實就一定沒有問題 每個人都會多錢 這個他們 經常都逃避這個問題 但其實是很實實在在 就是不用擔心 那些經濟理論數據出來看 其實我本身認識不少的人 可能是做生意的人 或者我本身自己 其實我們公司 之前有幾年都 暑假都會請一些暑期工 給一些大學生 可能大學一年級的暑期 那些暑期 給他們可能是讀開電腦 即是Programming 可能就會給他們學習一下 其實老實說 就很難說實際有什麼很大的貢獻 但又可能有一些頭頭尾尾的 可以幫忙做一下 然後給他們有工作經驗 你可以至少填到訓表裡 都說有實際做過這些 可以拿一下電腦 其實你沒有吃虧的 那你暑假反正都會吃虧 就算不是吃虧 起碼那些東西 對他們來說 整個人生是可以起一個很積極的作用 即是見到有些人 即是 我不要說律師 醫生這些 一定要去實習 但有些時候 就算可能普通的一個學生 可能他都遇自己 即是可能現在的中學生 其實我遇到自己 可能將他讀不上去 那為什麼我不早點出來 拿一些工作經驗 以加強我自己的 CV 即是我將來 見工的時候都說 其實我都做過一些書籍工 會不會令他自己 找到一些好的工 但現在中學生是沒有豁免的 據我所知 就一定28 大學是有豁免的 即是大學是可以在實習之下 即是可以豁免到 不知道幾多 但又是那個問題 那為什麼要豁免呢 你豁免的意思 即是你拒絕 要將這麽好的東西 給他享用 向行業低頭 其實是很低能的 你想想整件事 你弄完一輪 然後又說 這些又豁免 那些又豁免 那些又豁免 其實那些人 最後都知道 你是不 其實都不是相信那套東西 是完全活動的 即是你會見那些 你會看得出 那些東西加起來 其實你知道是有問題的 是 不過你永遠都會增加 其實到最後 大家產生什麼問題 大家都看到 即是分開耕 我以前八個小時 我要做十六個小時的事 其實八個小時可以完成 即是好像屋圈倒垃圾 我又不需要經常聘請人回來 那我就減股 我可以早間三個小時 五間三個小時 晚間兩個小時 一樣可以做到 但辛苦的是誰 辛苦的就是打工那班 另外又見到 有些可能是清潔的工人 他們本身其實都 可能只是賺很少錢 但都會被人減股 做開八個小時 不用了 你便做六個半小時 六個小時 或者我炒的兩個 我拉上補一下 本身可能 你二十三個小時 一個小時 我現在已經有二十八 我多了二十五%的 其他補充 沒有所謂的 我剪回二十五%的人手 以前五個人 做四個人做 行不行 其實一樣可以 沒有問題 你做不到便 更加新臟力見 最低公司的政策問題 在於 其實他害 剛才也說過 他害的是低學力 低學力 然後家庭主婦 上來重頭社會 還有新移民 其實 本身 除了是 你見到 真的被人裁員 那些之外 其實他的效果 一直延展到 以後 基本上是隱形的 很多那些 是不容易觀察到的 其實是受害者 因為根本 現在不是在做事 可能剪輯了 但如果未來的 找不到那些 他甚至連工作 曾經擁有的機會都沒有 那就很不值 死得不明不明 不知為何 你看歐洲那些 很多問題就是在於 大學生超高失業 其實很多這些 低能勞工政策 累積出來 根本整個環境 是不合理去請 一大部分人 令到他們根本 進不了勞工市場 因為不合理去請 所以我覺得 這個也是一個 愚品的政策 很大的 很大的 很大能 還有 很深遠 我想說的影響 就是 拿一句說話 來結論 就可能說 其實28元的時薪 真的很好 不過為什麼 你找不到 這是一個細節的問題 最低工資 暫時在這一節 就講到這裡 下一節再和大家 講解其他問題 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想不同 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 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下載書內的相片 觀賞 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歡迎回來 地產百拳號第二節 宋漢鑫 剛剛我們講完一個 保障勞工基層的政策 最低工資當然很害人 另外有其他泛民的提議 除了要保障在職的時候 都希望保障民退休的生活 坊間現在都有一個全民 退休保障聯席 他們爭取團民退休保障聯席 希望不如這樣吧 我們每人派三千元 可以讓大家老有所養 有些人就很慘 有些家庭主婦 或者低殺人士 他們可能在職的時候 可能沒甚麼機會儲到錢 好不可以用這個方法幫助他們 這個叫全民退休保障 或者我們喜歡叫全民中金 其實這個也都 我想是計算最低工資 我們寫得最多的一個題目 其實這個立場很明顯都反對 因為其實這個甚至比 最低工資更加清晰的和害 因為其實在外國已經一而再再而三 發生了就是下一代 養上一代的那些 你計算數是很完美的 因為你計算數的時候 基本上任你作 有很多假設 但是那些假設一錯 其實就崩潰了 這個是一個Ponti scheme 你一定要繼續找多些人去養著他 那種龐氏編局 其實是層壓式的推銷 只要你找到三個人 你就會回覆你 會費 到最後你也會爆補一天 永遠都有人在客戶捨 你一直找人捨捨的時候 他不會崩潰 但中間你找不到人捨捨有一天 那就麻煩了 其實他最明顯講到口水都乾了 其實人都知道的個案就是美國 社會保障 社會保障 基本上都是這一代 我們這一代 這一代出生的人 基本上應該是去到破產的時候 他可以做甚麼 就是 這一代人 他固然要包養上一代人的退休 不供不行嗎 犯法的 當然不行 一定要給的 另外就是下一代人就不包你 因為始終都要有一代人去轉 因為根本是會崩潰的 所謂不持續的 所以這一代 可能隨時我們會看到 這一代 就會變成最受害的 又要供別人 又不供他 又要供自己 供兩份 所以其實 這個社會安全 這個炸彈 是一個 全美國都知道的炸彈 是敏感 沒有政客 或者沒有總統選出來 有mandate 也不是很敢動的一個議題 因為實在是太爆炸性了 我只是祈求 不可以自己的任期裏面包 其實是全炸彈遊戲 你看一下 可能中間有些東西拖一下拖一下 你看拖得多久 但其實一定 本身是一個龐治編局 債都背了那麼多 你說想一下 NPF已經很歸色黑人爭 NPF是甚麼呢 就是你自己供自己 你自己供自己 但是他就逼你要所謂存錢 你自己有投資 你現在存錢 你現在有其他計劃 你想用那些錢 去讀書 去進修 去增值 不可以的 一定要給基金經理 你拿完之後 基金經理的錢 是直接代內袋的 他不用等的 他給基金經理 你拿完那筆 剩下那筆 所謂屬於你的 你就65歲 那你現在25歲 你想做甚麼都沒有用 因為他逼你40歲 40年之後才能夠得到 這個已經是超低能的 全香港人都很討厭NPF 即6000元差點 NPF都是因為 群情洶湧之下 才暫時保得住 是不等NPF 但是NPF 如果NPF 大家那麼討厭的話 全民是甚麼 糟糕 總之是需要十倍 因為他是有所有的 不要再搭 那個龐氏騙局的元素 所以這個數目 是明顯加不上的 即是錢 你不能憑空變出來 那你 要是加稅 在哪裏 那裏變了錢出來 去嘗試去持續這個龐氏騙局 還有你看到那些 這些預計未來 很多假設這些 一些program 譬如大鑊飯 很多人引用是 黃紅的數據 但黃紅的數據 是用政府的 那些人口 預測的數據 但政府人口 預測數據 出了名是不準的 即是有多少次是準過的 歷史上有沒有發生過 其實我懷疑 基本上你是 反正的 即是他覺得高 你覺得低就差不多 因為太難 我都不會去 去覺得是政府的問題 即是他盡了勉力 就算他用他最大善心去猜 都是會錯的 很難猜的 所以你整個這麼重要的一件事 是 基於一些 二手再二手 只有一個古字的東西 接著就拍了心口 說這條數可以計得到 但是外國 展示了九萬多次是不合理的 我不覺得這個是一些 即是我不提出任何原因 要支持一個這樣的 即是說真的 即是 你說下一年有幾個人出生 都容易 即是你問一下 現在有幾個人大肚 畢竟你不是 即是一有就即生 懷胎要十月 你可以看到 但十年之內有幾個人生 又是一個問題 即是我問你 你現在定了八萬八 即是每年香港出生 小朋友的數目八萬八 你下年 是不是一定八萬八呢 即是可以是低了 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你說現在看不到的 有這樣的機會 但你很難保 突然間中國突然倒塌 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你怎樣可以保證到 這些都是很多不確定的 即是 我個人都很 很討厭他們 很多時候就很相信一些模特兒 特別有另一件事 就是他們說 我們的忠援其實是受到衝擊 今天我們的忠援 仍是十幾二十百分的長者去拿 他招就會有三十幾四十 他們說 長者申請忠援的數目 是不斷增加 但其實翻查紀錄 也不覺得是 但問題是 他們在用一個 工程式模特兒 永遠是增加功能 當然是得人性 你增加功能 哪有可能會跌 是嗎 是嗎 他永遠都是高的 連李卓人自己都說 其實你基本上是 這個龐氏騙局 即是 現在早拿錢 享受拿錢 那些人是 走得掉那些 早買早享受 但你害就害後面那批人 但連李卓人都承認 其實很離譜那一句 就算這個是龐氏騙局 這個是爆的 起碼現在都有人先受惠 我都起碼爽了幾三十年 很明顯是 很不羞愧地提出 我們應該的社會 鼓勵先花下一代的錢 然後再找下一代 其實是 善自己的子女 這個明善下一代 這是非常驚人的言論 也證明他不是蠢 他知道的 好像最終知道 是知道有失業的壓力 如果不知道 那些人完全跟社會脫折的人 才會不知道 稍為知道社會運作人 也會知道有那些現實的問題 成語都教 下蟲不可遇兵 一個未打過工的人 又怎會明白 就業市場的運作 我能夠理解 譬如選票 或者其他的選舉利益 但有一些根深蒂固的議題 不是根深蒂固的 那麼基本的議題 那麼根本的議題 大是大非 就是一個影響那麼大 你開始了很難停 你說一些小收小補的 什麼的 程式和法例 都算了 即是一些所謂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色彩濃厚一點 就是資節那些 都害人不會太嚴重 或者害人不會太多數量 那些都算了 這些是那些很大件事 一出後 你怎麼扭回 最重要就是 你不可能收回 現在政府說 不如這樣 生果金引入資產審查 那時候也很大迴響 不是說那班人 不行 即他們未必過不到資產審查 但問題是 他們可能過到 他們是不想的 那他們不想的時候 你那個民意 你怎麼去控制呢 就是有一班人 他真的在拿 他可能又真的 在某個情況之下 他可能你說 我馬上消失全部 生果金 那你如果不行 你就去拿中環 是不是 中環更多 但是你說 有些人真的在拿開 然後他就 餓了一聲 坐在那裏 然後又說 他不會真的坐在那裏 反正 我們又沒有什麽做 我不撿指示 我就舉指牌 對 那時候怎樣 可以扭轉呢 所以這些是 即這兩個政策 雖然兩個獨立不同的政策 但其實就是 同一水同一路那些 外國引入這些 連外國都實驗證明 好鬼不活 即那些很賀人的東西 已經浮現出來的那些 都硬有些政客 尤其是泛民 很不幸地 就是會嘗試很大力地搬來香港 即這真是很嚇人 他們覺得外國有 我們香港人應該有 但那些是外國其實都很想撕掉他的 或者外國你見到很多問題浮現 就是正正來自那些政策 的時候 你還堅強搬進來 即是真的 這些大型的政策 你這樣堅強搬進來 我個人就真的很反感 不單是反對 實情對反感 因為他明知 是一個不同事編局 明知是不實性的模 都只會嘗試搬進來 那是什麽呢 你明白嗎 這個太離譜了 還有說真的 其實最重要就是 不如這樣吧 拿我比較熟悉的英國做例子 現在的 財政 在英國來說 是140磅一個星期 140磅一個星期 我當你是有 工作人員 當你是社會60% 我當你是20%的老人家 20%的小朋友 有五個人 有三人在工作 你不要理小朋友 我當你是三人供養一個人 140磅 即是差不多每個星期 都把40多磅出來 是你只給這個保障計劃 或者你叫他做一個退休金計劃 即是大鑊飯息 四十多五十磅的錢 其實也很多 即是 你計算港資是六百元 我叫你每一個星期 六百元一個月 已經脫了你二千四二千五元 即是這個數 即是大家不知道 即是我不明白為什麽大家 覺得是合理 我們現在都是每個月給他三千元 我們算是計算一下數 我們可能給少些 但都是一個月脫了兩千元 其實是 即是 講回剛才 就是設計 即是譬如即是外國 設計 當初設計這些 騙局的人 他們做的假設 例如人口 即是生兒子的速度 或者那個 趨勢 對 趨勢 例如猜測幾十十年之後 現在回頭看 就錯到七彩 那時也沒有人猜到 原來事戰之後 那一陣 原來是無意為 然後會不斷算下去 這個是所謂猜不到 另外一個就是 就是 根本一開始設計 那時 他六十歲 或者六十五歲 因為那時人軍 那個壽命 是真的六十多七十 即是他其實是預理 我們以前說 人生七十古來氣 現在人生沒有七十十 就是古來氣 所以他 基於那個假設 他是計算到的 人類越來越多 基本上 其實我們現在 都六十多七十歲 你設計六十多歲 頂盡就拿五年 即是平均 沒有所謂 因為不斷有新人加入 現在的問題 很明顯 現在的人軍的壽命 即是當初那些外國人 去作原本的 去提出這個計劃 是完全 已經八十幾歲 香港人軍的壽命 其實是 即是完全 那個數字 你不可以用那個理念去找 他那個時候 就算當初 在外國做那些計劃 出來的人 都沒有想著 會養你二十年 平均每個人 退休之後 所以這件事 你強行把那個稅所有 搬到香港 其實也是會出事 即是這些 現在可能65歲 退休之後 我當成85歲 都是二十年的壽命 我們出來 我們大學生 之後 讀完大學出來 做事都可能三十幾年 即是 我們變相其實 在養很多人 而變相 另外有一件事 我們之後的人口的壽命 會不會升上去 暫時看到 都會繼續升上去 所以我覺得 你想想 如果MPF 是紅水猛獸 這個是紅水猛獸 這個大鑊化 是紅水猛獸承受 我覺得就是這麼簡單 這個完全是 恐怖的 我完全看不出 有任何道理去支持 你說最低工資 都不知益了某班人 都勉勉強強 你都可以說 可能有人受惠 有人受害 所以這個 也是 現在都有人受惠 受惠那班 就是現在 已經坐在那裏 等著拿錢那班 對吧 但問題是 誰給那張表 其實就不可以給那張表 整個編告是 不持續 MPF 你都說自供自己 你不可能會有 不持續 元素 但這個就會有 其實現在都可以這樣說 你反過來 你說好像他們聯席 他們說不如這樣 我們在每個人的MPF 都抽5% 他們說得好聽一點 我在你的公款中 抽2.5% 你僱主的公款 都抽2.5% 但其實都是你的 反過來 不如這樣 我們加稅幾個百分 接著 我們給人好不好 就是拿去派 沒有分別 這些政策的問題 他們 即是 即是 給了很多 一種承諾 最好聽的就是 保障你的工資 其實 老實說 如果這個世界 按個按鈕就會有保障 我就真的想保障我的工資 還有我保障我的退休 即是很完美 即是 即使幾天行不通 你到處拿著這件事 按個按鈕就可以保障工資 立條法就可以保障你退休 其實是很欺人的 即是 先生我們有個很低息的貸款 即是 先生我們有個抽獎 我想核實你的電話號碼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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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短期賺甚麼選票賺甚麼 你接著就有排埋了 全香港有很多人 但最好的不是他們捱 就是我們捱 再爭取再保證不破產 即是他們是捱鬧 但問題我們做事 血汗 他逐張抄襲出來的血都不是他 他被罵罵罵口水 那就沒甚麼所謂 所以接下來的保障是會連鎖的 保障完工資 就說要 他一連串的嘗試去做這件事 填另外一件事 填完這件事又有嘗試填這件事 永遠都填不完 最後就會爆波 這件事我也相信是 即是這個世界可能有免費午餐 不過就絕對不會打電話 call call 告訴你 即是我也相信政客 不可能為你的保障作出承諾 即是如果他這麼有心的話 他自己收一個基金派錢給人 但就不要找我們來交票 這一節就 《全民退休報》就到這裡 下一節再回來跟大家聊聊其他問題 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八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大家回到最後一節的地產霸權好 我們剛剛講到最低公資 講到全民退休保障 但是兩樣都愚蠢的政策 最好的政策都應該是地產霸權 如果這個真的是政策輔助出來 但是地產霸權這麼好 香港有沒有其他霸權呢 即Peter早前就說 其實香港也有司法霸權 那些不是叫司法霸權 那些叫律師的霸權 即是司法就不是霸權 只不過是一個三權分立制度 即是司法 但問題是律師的霸權 醫療也是霸權 他們都沒有競爭 在我們的社會裏面 就捉起一個遺蟲 圍著他們自己 哪一班是派對 他們在個Club裏面就自己玩 即是好像做律師一樣 那你如果你在外國讀完書回來 給你執業 不好意思 你慢慢考試 有些已經在外國做得很頂呱呱 我可不可以來香港打官司 又好像不太行 有時可以透過法院的仲裁 或者Solar那些 希望找英國御用大狀回來 找個QC 不行 不好意思 你找個香港律師 輸了官司 沒有辦法 其實醫療也是這樣 現在的醫療系統 我們有港大 我們有中大 每年為我們提供數百個醫療人才 不知甚麼都會短缺 特別是腐產科 03年沒有人生小孩 我們十分之負責任的政府 就說既然沒有人生小孩 不如這樣 我們將醫生的數目減減 減完之後 現在會有減肥 減肥之下也不要緊 說真的我們想 如果賣奶粉 奶粉短缺 倘若不是全頭髮的短缺 沒有問題 根據我們香港雙人的敏感度 和賺錢的心態 我們會很快速地 立即在外國賣點奶粉回來 即是無論如何都會死回來 讓你賣出來 知道你有足夠的盈利 我們便願意做 但醫生是不可以的 醫生是怎樣的 我們要去這個 醫療系統註冊 那註冊是怎樣的 首先你一定要考試 是吧 接著要實習 如果別人在本身過了實習 不好意思 要是你有了顧問醫生的情況 如果不是你也是很難的 如果你是一個醫生 你已經實習了 我已經是一個正式的醫生 然後我可能是一個專門的醫生 我是一個骨科 精神科 或者什麼什麼 放射科 之後他跟你說 你下一個男士的實習 我老早已給回大學教授 還有我本身頂張了一個高薪的後職 我為了甚麼 要回來和他做一個實習的醫生 變相就很失誤了 別人過來做事 可能有些海外的 我生是香港人 其實他們很想回香港做事 可能他們的家人在香港 或者他們本身熱愛香港 或者他們覺得香港是舒服一點 對不住 你不是香港 你也麻煩你考試 是的 這件事都很大程度想提供一些人回來 以前有英聯邦的國家是可以分析的 可以不用去考試 都覺得你的研究是可以的 你可以過來執業 現在就沒有這支歌仔唱 只剩下中難、港大 結果就是分析 現在有些人就說 不如我們可不可以放寬 放寬 他可以分析一下英聯邦國家的醫生 又見到好像也有很多反對聲音 近來醫管局都開始聘請客人 你的想法如何呢 請外國醫生回來幫忙解決問題 提前一段 我想其實 很多行業 尤其是所謂專業人士 其實就是 你一有自己發牌制度 即是有些審核制度 就會 其實走出來 很多原因是你想保護自己免受某些競爭 保護自己免受傷害 是的 不是傷害的 是競爭 競爭其實對消費者是好的 但當然在行內未必是想這麼大的競爭 所以我覺得這是很自然 其實有很多行業給我這件事 很多行業你會見 其實大家都希望享受壟亂 就算是未有發牌制度 都會爭取 因為爭取到就很兇 尤其是你可以坐入島去負責發牌 其實就是越門檻越高 其實你享受壟亂就越厲害 是的 因為你基本上可以控制市場上的供應 你一用發牌制度就有供應可以搞 這件事是很吸引的 如果你已經跨越了另一邊上岸的所謂 你就會很受保護 但在外面的人就糟糕 剛才他走過後他就起了牆壁 起了牆壁就說再見 這就是整個環壁 起了牆壁也不要緊 起了玻璃窗就是子女來笑 當然醫生這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其實你看到其他行業甚至保險等等 都會自然嘗試 我個人很希望不要看到我們的行業 IT就做了這麼白癡的事 因為其實是絕對會影響了 行業的發展 是行業的發展 絕對會影響了 因為很多時候所謂考 首先要找一些人去假設 要懂得怎樣寫個程式 才算是強勁 才算是合資價 然後那裏當然衍生另一個很大的市場 就是考試市場 考試的補習市場 我又可以 七多幾本計的應酬 如果你是入到局的人 你可以幫忙決定 你可能有資助市題等等 你又可以開副業做這些事 另外亦可以控制 好像剛才所說 控制市場供應 不會那麼容易 多人衝擊 所謂衝擊 動到你競爭 你會保護 老實說 我基本上覺得 這些東西是不太合理的 其實現在都看到 你妨礙著 你剛才說的 妨礙著市場調節 就是擺明 他擺明不是用你的能力 或者有任何客觀的 譬如很簡單 如果有一個外國 有一個醫生 不是英文方式 但他擺明是做很多經驗 再細麻煩 其他人 其實都沒有用 因為他基本上 基本上不是看你有多厲害 基本上他是想 阻止外面的人進來競爭 所以你會看到 譬如這個案子 你問他為何不讓他進來 他那麼厲害 你為何不讓他進來 他隨時比本來 為何不讓他進來 他很難回答你 唯一說 但為何法例 為何法例這樣死 對 精神本身是很長的 你很難用正義的角度去解釋 為何這個水平那麼高的醫生 不可以在香港質疑 而令到香港的消費者受惠 其實你說到現在都看到 就是說 你說 我們看到醫生協會 其實他們希望爭取什麼 醫生協會 他們說 我們跟醫管局開合會 商量一下怎樣玩留醫生 其實到最後 訂立必頌公事 訂立必頌公事 你是不是真的做少了事 我又不覺得 病人一樣那麼多 就是說你只是希望有補水 是不是 那就是錢 希望你五年之內 就年年都有人工加 年年都不知道加多少百分 都是錢 不如我們考到專科資格之後 論資排輩 只要你做完結五年 那你又可以升上顧問醫生 顧問醫生就是 人人家人工 升職就包括加薪 更何況在這麼壟斷的行業之下 加薪是無可避免的 其實說真的 大家到最後都是為了游泳而戰 所以譬如醫生的行業 其實你會感覺到整個學業是那些年輕的特別慘 因為你有牆壁 要逼他跳過牆壁 然後再進來 你看到不讓你買廣告 醫生還是律師 律師可以賣廣告 你經常看到謝偉俊在小巴上 但他又會被人搞的 那個精神很接近的 就是其實 總之保護 就算在裏面 入到去做過行業的人 都是那些 所謂話事那些 資歷心那些 他就是不想 不想你資歷錢的人那麼容易跟他競爭 因為廣告造成很容易 其實可以宣傳自己的多厲害 你可以碎到別人 其實我都是一個 雖然我連資錢 你都可以有方法 可能你懂得做貿易 或者什麼 你有機會給你去宣傳 去招攬生意 但是你想想 如果一個行業是不讓你招攬生意的話 其實就是你入到行 夠久認識人多就贏 加大資訊和姿勢 大家不知道誰是好的 律師都還好一點 起碼見了葉謝鄧 永遠都在宣傳而見到他 醫生你何時叫他賣個廣告 所以你會看得出 是這一類的症 全部都是 在那裡入了局 最控制著的群人 當然是為他們的利益 一種霸權 或者用現在最流行的術語 他們自己說得很漂亮和美麗 為了保障香港市民的健康 為了保障我們的醫療質素 最大問題是 你又不見到港大和中大畢業出來 會令到沒有醫療事故 一樣很多 剛才講的廣告很有趣 他們的理由是甚麼 如果我們給醫生買廣告 醫生會亂賣廣告 會騙人 所以為何不能賣廣告 他唯一可以說得出的原因是 他們說不能賣廣告 就是因為怕廣告誤導 他暗瓦底當然的原因是另一些 但他這樣說 這樣說是很奇怪的 但他們控制著發牌的制度 你們評核醫生 你現在告訴我 你被他通過的醫生 又怕他會出來騙人 你給他稍為有言論的自由 他就會亂說 會誤導 這是很嚇人的 如果他真心相信 他的醫生是這樣的水平 我真的很害怕 其實如果誤導的話 他不需要賣廣告 也誤導 我仍然可以在跟客人 做討論的時候 我仍然可以誤導你 就是一定要在廣告 這個情況就是 有如在美國當時 說禁止香煙廣告 最支持就是 最大的煙草箱 這很簡單 我已經上了位了 就是已經是 我已經是 最好就是我剛剛上完位後 沒有人可以再賣廣告 沒有人可以有這些機會超越我 我就以後永遠保持著位置 其實類似都是那種想法 其實真的不是太好 不過你說 在外國招請醫生 回來有沒有辦法 其實我覺得不是沒有辦法 就是有些人就這樣說 我們醫管局 已經在報紙登廣告 就是邀請外國醫生 我第一件事我真的不知道 你在哪裏登廣告 香港報紙登廣告 邀請外國醫生 會不會有些特別呢 就是 這麼過癮 這些甚麼想法 當然 我當他不在外國 但是別人說 我一年合約有沒有搞錯 要我移民回來 一年合約 當你是一個醫生的時候 你會不會可以接受到這件事呢 其實本身他們就算現在 希望招請醫生 都是用一個很不公平的制度 去令到他在一個姿勢 就很差 就是 別人擺明是 是跟你同一年畢業 差不多一年 可能你比他還好 但是你留在香港做的事 你忽然要聽他 你會不會拒絕 如果反過來 你作為一個外國醫生 你也未必會 即是在這個情況下 這是一個問題 專業霸權 是的 他們就說 其實我們看到 沒有外國醫生申請 那就可以明正言順地 不請外國醫生 沒有問題 繼續吧 但是我經常覺得 沒有理由是這樣的 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說要保障醫療質素 我不相信 延長了 中大和港大醫學 在學生畢業的時候 是可以不需要考其他試 就這樣延長了 這些叫保障醫療質素 如果是這樣的話 不如這樣吧 我們可不可以延長了 一些傳統名校 黃隱的 就不需要考A級 不需要考會考 都一定可以升到大學 其實沒有分別 但是 我經常都問一個問題 為何香港 不會設有一個中央考試制度 我不管你在哪裏畢業 你無論在港大、中大 是吧 你就算是 阿掃而比的畢業 你在英國畢業也好 法國畢業也好 你考到一個試 你只要你考到一個試 我就給你這個實習 給你這個執業 是吧 我覺得這樣會有好些 也不應該延長任何人 如果你是中大 一開始已經 出來了 你應該考了一個試 你才給我實力機會去 你有何理由自己人 監管自己人 你是說我延長了中大和廣大 其實他們的價值温度 如何差都無所謂 他們又沒有競爭 你的E4s一定有人請 到最後都一定會請你 現在我們說每年有500多個空缺 你到現在 都只有300多人 你再多200多個 他不請你 他又可以請誰呢 他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真的沒有那麽動力去改善 這真是一個惡性循環 你到最後縱隙後 你又繼續封閉 封閉後就繼續縱隙 之後 你說加大 訓練出來的醫生的數量嗎 大哥 你訓練過醫生 很久的 成本 我不管你說多貴 有幾百萬也好 特區政府都沒有錢 有幾百萬也好 當大家都覺得政府很有錢的時候 你就去做 但是 時間是問題 這是人命 這個縱隙就是人為的縱隙 明明有一條節 他又整了很多牆 在這些政策上 就造成一個所謂的短缺 其實外國請醫生筆很過癮 別人幫你訓練 別人政府給了錢 幫你訓練醫生筆出來 他來你這裏做事 嘩 你做不發達 一月三三幾百萬 孫小兵法都說 吃滴一宗等於吃我的二十宗 這樣賺一億回來 嘩 發達 為何要這樣做呢 我真的覺得 應該引入考試制度 但是當然我不明白 這裏應該也沒什麽可能發生 小弟也不是什麽權貴人物 我發生 大家都可能覺得這個小朋友在亂說而已 但是我真的很希望 接下來有機會可以重新組過制度 有些人說是不合理 現在的醫療制度 英聯邦國家在我眼中也不合理 畢竟你香港也不是英聯邦國家 是吧 我們不是普通的 但問題我分新了英聯邦國家 在政治上的確是很敏感的 亦都不能夠為人所明白 為何一個不加入英聯邦國家 即是你要加入英聯邦有多困難 歷史問題 即是你不加入英聯邦國家有多困難 即是你要加入英聯邦國家有多困難 即是你要加入英聯邦國家有多困難 你根本上是簽一張紙已經行得到的 你看到非洲那些不知什麽國家都照走進去 也不是說什麽富有俱樂部 但即是你說現在要分新英聯邦國家 我那是歷史問題 曾經是英聯邦 所以不如我們繼續走回英聯邦國家 我覺得長遠來說 應該是定立一個正常的公開試制度 亦都如果他是註冊骨科 他本身是專科醫生 你都沒有來押他考精神科的試 即是他沒有需要懂精神科 他只是做骨科 你可以派一些這樣的專業資格給別人 那我是覺得 是現在的制度是真的好無道 道理上是合理的 但是就已經很渺茫 渺茫在於都是政治上的問題 但是我很希望如果你說 會有人真的研究 醫管局的研究 我也希望我的方案是值得被人考慮 即是現在的確是不太合理 我也知道你現在家庭都 成家立室 是的你都成家立室 你又很幸運你已經上岸了 現在還有萬千 萬千的中港孕婦 即是香港和中港孕婦都希望 即是我們可能有很多中港家庭 可能是爸爸是香港人 而母親 即是他們的太太就是內地人 因而就被公立了在公立醫院 有一個的分娩服務 這些事我也覺得不公平 首先對本人也不公平 你叫公立大學 即是公立醫院 不可以讓外地人進入 那就可以全世界恐殺私家 變成香港也沒有辦法 你在私家一定找不到位 因為你都被其他人擁有 你唯有公立 其實這不是雙贏 其實那時是雙輸的局面 但長遠來說也要在醫生方面 解決這個問題 如果一天不解決這個消息 看來都不能夠好 今晚的時間就到此為止 多謝信漢先生 多謝各位觀眾 下星期再和大家再見 拜拜 拜拜 看物和Blog等等發生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iPad 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想不同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download書內的相片 觀賞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請坐下 請坐下 你 招待 你 裁判 起 你 就 用 招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